大家好,我是Jetman 今天這一集可以說是本頻道開播以來 非常非常指標性很特別的一集 因為這是一個很探險性質的一個影片這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我想拍非常久了 今天終於有機會 我個人是蠻激動的 我現在人在慈城縣 那我趁著這個機會 因為大家知道慈城縣是在關東 在慈城縣的北面就是福島 所以我們這一集的主題就是 我們要自己開車去福島 因為我一直很想去看看說 這種人類撤出一個區域之後的城市 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特別的景象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目前的地圖 我們目前是在慈城的水戶這裡 我們要一路往北開 大概開兩個小時 沿著海岸開 我們的目的地是福岡車站 那這個福岡車站是當地人跟我說 目前人類可以進去最靠近荷抱點的一個點之一 它距離福島的1號核電廠只有10公里 非常非常的近 那當然目前那邊都還是有一些 輻射和輻射外泄的狀況 所以這一次為了這一集的拍攝 我們重本花了大概台幣2萬塊 誤差值比較低的這個 核輻射檢測儀就是警報器啦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單位 這個叫每小時維西服 就是我們每個小時會接受到的 輻射的量 那我們現在的數值是0.09 我跟大家講 我們在台灣出發的時候 台灣都市大部分是0.05 那現在在池程0.09 其實已經比台灣的很多地方 都還要再高一點點了 那基本上都是在安全範圍內 那這台的設定大概超過0.5維西服 它就會開始叫 就開始有點危險 那如果超過1超過2 就是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一路往北開 往福島方向開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架在車上 如果數值不對勁 我們就會馬上停下來 然後看一下是發生什麼狀況 那我們就開始吧 從池針線的水滬開車 到福島線的富岡大約要135公里 車程約兩個小時 我們開著出來的Yaris 一路搖搖晃晃往北前進 日本的鄉下車子本來就不多 而不知道是不是越靠近福島 越往北 車子就越少 一開始我們緊盯著手上的輻射偵測椅 沒想到數值越往北開還越低啊 從一開始的0.09維西服 慢慢降到0.06甚至0.05 我們原本緊張又累帶興奮的情緒 便慢慢鬆懈 甚至還停車下來吃了福島 很有名的喜多方拉麵 各位那我們大概開了一個多小時 那現在是還在池針線的北方 但是我們現在吃的這個拉麵是福島體系 很有名的拉麵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他招牌的叉燒拉麵 都是肉 哇有點厲害 目前的輻射值還比剛剛低 現在是0.07 還在很安全的範圍內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人還很多 對就是還OK 哇這味道很重 蠻鹹的哦 是個中年男子吃的拉麵 就很多肉 然後口味很重鹹 對 好啦各位那休息一下 大概還有100多公里要開 然後繼續前往福島 而這一路上車子竟然慢慢的變多了 但仔細看可以發現都是一些卡車 或象形車 一般房車很少 也代表著這些人大部分是要進福島工作 或者重建的 而就在快要到達富岡車站前 我們經過了福島第二核電廠 這個核電廠在福島核災後 雖然也停止運轉 但災情相對輕微 此時的路邊也開始有 輻射線即時偵測的告示牌 其公告的輻射數值開始飆升 原本都還在0.1以下 現在瞬間跳到0.49 要到0.5了 哇 開始了開始了 我們現在輻射已經開始超亮了 但是老實說 我們沒有適合感覺 因為其實輻射超亮 只是會慢慢的影響你的身體 然後一旦超亮到一定程度才開始 可能會殺死你的 體內的白血球 甚至骨髓的 它一直叫 我們現在已經破0.5了 這樣看起來富岡車站會到1耶 好恐怖喔 這個叫勢好恐怖喔 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車 然後我們終於到了富岡車站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就是富岡車站 那富岡車站呢 我查了一下是JR的長盤線的終點站 那我們剛剛開過來 其實在富岡這塊區域 路上行人很少 可是都有看到車子 那我有注意到 它有很多新的建築物 感覺日本政府其實是 要重建很多新的住宅 給可能原本福島的居民住 那目前呢 輻射值反而還降了 現在輻射值大概是在 0.16左右 雖然說有稍微超標 可是還在安全的範圍內 我們去逛一下這個車站 而原本的福岡車站在2011年 的311大地震海嘯中被衝毀 我們來到的福岡車站 是201000年年底重建完成的 整個車站非常的新 車站外呢 也挺有許多車輛 但詭異的是車站內外 都沒有人 對於這種建築物默然耸立 電子設備正常運轉 卻沒有人的畫面 我竟然似曾相似 認真意想才發覺這個場面 有點類似經典的電玩 沉默之秋 差別只在於當天福島的天氣不錯 並沒有起霧 我想這可能是全日本 甚至全世界極少數 會顯示輻射值的車站了 車站旁有一間便利商店 時時終於看到真人了 整間店只有我們 在富岡路上的飲料販賣機也是全新的 全部的品項都顯示著供貨充足 彷彿就只等著我們去投他寺的 而令我訝異的是 看似人間喜寒的富岡 竟然有一間全新的旅館 我們決定去跟櫃台聊聊天 原本以為這間旅館 在剛重建好的災區會門口羅雀 但一問之下 櫃台很客氣的跟我們說都客滿了 沒辦法才入住了 但詭異的是 雖然表明了客滿 但大天裡是毫無藝人 我們順便問了一下 從這裡出發是否能再往北邊走 會不會有輻射的危險 櫃台人員客氣的拿出了地圖跟我們說 只要車子開得到的地方 都是安全且合法的 好 既然都這麼說了 我們就繼續出發吧 而從地圖上來看 富岡繼續往北 就會直接進入到第一核電廠 也就是福島核在最嚴重災區的範圍 而幾乎是一上路 原本停止警告的輻射偵測機 就開始顯示 超過0.5毫系輔的高輯量警告 並又開始狂叫 而很明顯的從富岡以北 整個道路的維護狀況就變得更差了 路邊的招牌灰暗斑駁 兩旁雜草重生 原本應該是住家或店家的建築被封閉了起來 也填滿了許多的警告標語 就在我們為了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撼時 手邊的輻射偵測技竟然更瘋狂的嚎叫了起來 這已經是比一般城市的輻射量多出了50倍之多 理論上不應該再看到任何人了 但這時除了我們 竟然還看到一台台的大卡車載著建材 義務反顧的更往北開 此時車上的我心想 這道旅程對我來說只是探險 短時間暴露在高激量的輻射下 可能還不會造成太大的危險 但這些卡車司機 建築工人這樣每天數小時的在這樣環境工作 到底會怎麼樣呢 我們後來又一直往北開 但大約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約六七公里處 就看到了禁止通行的路牌 在更往裡面 只有那些大卡車與相關人員能夠進入 其實我自己也鬆了一口氣 因為我也隱約懼怕更北邊 會有更令人哀傷的畫面出現 明明提議要來福島的人是我 但懼怕的也是我 真是矛盾 隨著路障與禁止通行標語的增加 這趟福島之旅也到了尾聲 其實沒有什麼很震撼或誇張的景色 但隨著輻射偵測技毫不停歇的狂想 與眼前人去樓空的建築 以前對於科技進展總是非常樂觀的我 也不僅有了很多雜念 而在路上我不斷地看到一個重複出現的招牌 上面有漢字寫著 歸還困難區域 我當時還一直沒有想明白是什麼意思 直到回國一查才理解這個牌子 並不是寫給我們這些外人看的 而是告訴那些曾經居住在此的福島居民們 別再往前了 這裡已經不能再回來了 此時濃濃的憂愁 有再次洗上我的心頭 好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準備要離開福島線了 那今天的探險大概高一個段落 其實經歷的東西沒有想像中的驚險 當然還是蠻震撼的 但是並沒有超出我的預期 有看到一些廢墟啊 然後看到人去樓空 然後看到有一些車站啊 都沒有人 那我覺得其實日本政府也是蠻努力的在福島的外圍要重新的把它發展起來 因為福島 畢竟過去也是觀光很重的一個地方 然後又生產相當不錯的一些農產品 那作為一個觀光客 當然我是不太不敢推薦每個人來 因為它那個輻射劑量真的還是超出一般的標準 我們那個到最後 輻射劑量到最裡面 人合法可以到的最裡面 已經到了2到3 也就是台灣一般背景輻射劑量的40倍到60倍 非常非常的高 其實很危險 長期待的話可能會致癌 那最後還是希望我覺得5到10年後 福島的外圍能夠慢慢的再重新發展起來 因為最裡面它那個盒子的半衰起訴10年實在太長 所以我不敢講5到10年後會怎麼樣 但是我相信周遭應該是有機會發展起來的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這樣類型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多多按讚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個讚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話也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訂閱 eineniza NasılGM 訂閱 按讚